这个麻烂女老师倾国倾城美丽动人 任何一个动作都勾得学生口水直流 阿喜是出了名的坏学生 这天她被老师流糖 嘴里还嚼着口香糖 老师见她十足小混混的模样 便伸出手让阿喜吐出来 结果老师接触后 居然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没想到老师早就看上阿喜很久了 整个人都呆住的阿喜 还没等她缓过神 就被老师带进办公室里 好好的上了一课 这一下可好 阿喜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他在大会上演讲时 老师就在台下加油打气 在期末答辩时 所有师生都集中在大会堂里 然而红幕后面却传出糟糕的声音 校长拉开一看 场面震住了所有人 这一下可真是大行射死现场 几个月后 老师被告上法庭 然而令人大吃一惊的是 他居然怀孕了 法官对于这肮脏的行为不可容忍 一期之下判处了老师30年的监禁 而出生后的孩子 则会交给阿喜家长来抚养 很快 阿喜登上各个头条报道 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红人 上综艺拍电视 真的就是走上人生巅峰 转眼间29年过去了 阿喜却成了一个落魄的过气艺人 事业无成 整天喝酒度日 还拖欠税金4万3 律师告诉他 要是这周再不还清 就要面临牢狱之灾 但阿喜哪里有钱 身上就剩28块 律师给了一个办法 这个胖子赔率8000比1 只要押他拿下马拉松冠军 那赔率赚的大大抵多 阿喜觉得风险太大 但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只好押了20块出去 随后阿喜找到电视节目制作人 想靠过气的流量赚到4万3 但凭那几档破节目 哪能赚这么多 阿喜灵光一闪 觉得拍个女囚犯 时隔29年 再度重逢儿子的节目 说不定能够大赚一笔 制作人觉得计划靠谱 表示事情办成就会给他5万块奖金 此时长大后的儿子也早已成了身价千万的富豪 还有个漂亮的未婚妻 很快阿喜就找到了儿子 老爸的出现 吓得儿子措手不及 他不想被亲家知道自己的身世 只好说阿喜是自己的老朋友 趁着父子俩独处一室 儿子责备阿喜 这么多年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害得自己没有童年 整日孤单一人 啥都不会 更是表示自己不会去探望坐牢的母亲 阿喜没有办法决定拉儿子出去玩一圈 他们来到酒吧取乐 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的儿子 内心也难免有些小激动 几杯酒下肚 别提玩的多嗨了 上半场结束后 阿喜将老婆留下的耳坠送给儿子 还让儿子第一次尝试到打耳洞的体会 就是手法不太好 随后他们来到滑冰场 捧着啤酒喝得鸣鼎大醉 玩弄着身边顾客 结果最后还被十几号人追着跑 他们又去到杂货店还没买单就把几打啤酒一饮而尽 还把酒撒得满地都是 这店主没向他们开枪 算是不错了 一整晚下来 父子俩玩得不亦乐乎 他们走上街头 见到路边的自行车 阿喜便手把手叫着儿子骑车 像是要把儿子丢失的童年 通通都找回来 但这下有点尴尬 回家后 儿子对于阿喜也有所改观 虽然爸爸这两个字还说不出口 但内心也在慢慢肯定 这位眼前人并对其答应 自己会去监狱看望母亲 隔天父子俩来到监狱 而当年那位麻辣老师 现在也依旧风采迷人 一家三口还没聊多久 老师对着阿喜又是一番挑逗 儿子在一旁看不下去 刚想接过话筒讲话 头顶却冒出一个异物 他转身一看 竟然是主持人来拍节目了 儿子瞬间明白了真相 得知阿喜是为了赚钱后 更是火气上头 连解释都不想听 直接扭头走人 阿喜这下可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混蛋 他冲上去拉住儿子不停道歉 主持人却上来补刀 表示要儿子签名授权 才能让节目播出 但儿子哪里愿意 直接拍掉授权书 愤怒地离开监狱 这下可好 阿喜不仅赚不到钱 还赚不回儿子的心 回家后 阿喜意外偷听到 准儿媳在打电话偷情 之后他在婚前派对上 当着众人的面 揭穿准儿媳的秘密 却没想到 对方打给的人 是个婚礼记者 要为婚礼写文章的那种 这下阿喜可尴尬了 刚想当个好好父亲 一下又被打回解放前 事后阿喜想找准儿媳道歉 结果真撞见了偷情现场 准儿媳为了掩盖秘密 决定给阿喜一笔 五万块的封口费 阿喜思考片刻后 还是拿下了封口费 然而等到儿子婚礼这天 阿喜气喘吁吁地感到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叫出了儿子这个称呼 众人都十分震惊 儿子也没有办法 只好说出阿喜 是自己亲爹的真相 随后阿喜爆出了准儿媳的丑闻 还当面撕掉了 那笔巨款封口费 准儿媳见瞒不住 也只好说出了真相 最后儿子放弃了 这令人作呕的女人 跟着阿喜补回当初遗失的 父子快乐时光 他们来到酒吧庆祝 电视上刚好播报着 开头那场马拉松比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不被看好的胖子 居然夺下了冠军 唯一为其下注20块的阿喜 赔率8000比1 直接咸鱼翻身 赚了16万 阿喜终于能够还清税金 不用去坐牢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爸爸的好儿子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